来自越南的范云,从小身体虚弱,经常头痛,肌肉始终处于僵硬状态,血液循环不畅,无法从事体力活动。 他回忆自己当时的身体情况时,动作很慢,如果想和别人一样快,马上就感到头晕疲倦,必须得躺下休息才能恢复体力。 父母带他看了很多医生,都说是因为缺乏营养,但即使补充了营养,除了体重增加之外,病情没有任何好转。 他做过针灸和穴位按摩,还是无济于事,他也尝试进行体育运动来改善健康,但仅仅运动了15分钟左右,就无法继续下去。 疲惫不堪的他,已经无力做任何事情。 在多年四处寻医问药后,范云心灰意冷,不想再做任何治疗了。 从很小的时候起,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想结束生命的念头。 结婚生子后,范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,精神出现抑郁,无法工作,无法做家务,更无法照顾儿子。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中,有时甚至每天睡眠时间长达22小时,无休无止的梦困扰着他,及时醒来仍感到乏累。 范云几次试图自杀,也没死成。 暗淡的岁月流转至2017年初,范云从澳洲回越南探望家人。 他的兄弟为他介绍法轮大法,并送给他转法轮一书。 出于对兄弟的尊重,他接受了这本书,但心里并没真正想去读那本书的想法。 按照他当时的身体状况,读几行字,就会头疼,头晕。 范云回到澳大利亚,把这本书收在书桌抽屉里。 有时兄弟打电话来问他,书读了吗? 他说还没有。 兄弟鼓励他,这本书能帮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。 六个月后的一天,他把这本书拿出来想读一读。 读了几页就睡着了,第二天他仍是只能读几页。 虽然是断断续续,但他还是努力读完了整本书。 书中有些地方让他感到震惊。 他又读了第二遍,这一遍读懂了更多内容,他决定要继续好好阅读这本书。 由于身体一直很弱,做着看书对范云来说并不容易。 他上网加入了越南的一个在线学法小组,以此来对抗独自读书时的睡意,同时也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建立了更多的联系。 经过几天的阅读,他发现睡眠明显改善,噩梦消失了。 睡醒后,头脑变得轻松、清晰。 全身因血液循环不畅而产生的麻木感也逐渐消失,多年来紧绷的肌肉渐渐软化。 头不再痛,慢慢地能照顾自己了,不再需要家人的帮助。 他有了生活的信心,开始做家务了。 老海中不再有自杀念头,家人很高兴看到他的变化,非常支持他修炼法轮功。 现在,他可以重新走入社区与人交往,结交朋友,并向人们分享他修炼的快乐和法轮大法,带给他的美好和神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